我儿啊 你若为朋友做宝 替外人击掌 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 被嘴里的言语捉住 我儿 你既落在朋友手中 就当这样行 才可救自己 你要自卑 去恳求你的朋友 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觉 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盹 要救自己 如鹿脱离猎户的手 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 懒惰人啊 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 就可得智慧 蚂蚁没有元帅 没有官长 没有君王 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 在收割时聚点粮食 懒惰人啊 你要睡到几时呢 你何时睡醒呢 在睡片时 打盹片时 抱着手躺握片时 你的贫穷 就必如强盗素来 你的缺乏 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无赖的恶徒 行动就用乖僻的口 用眼传神 用脚示意 用指点化 心中乖僻 常设恶谋 复散纷争 所以灾难 必忽然临到他身 他必顷刻败坏 无法可治 叶和华所恨恶的 有六样 连他心所憎恶的 共有七样 就是高傲的眼 撒谎的蛇 流无辜人血的手 图谋恶迹的心 非跑行恶的脚 图谎言的假见证 禀弟兄中 不散纷争的人 我儿 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 不可离去你母亲的法则 要常细在你心上 挂在你相上 你行走 他必引导你 你躺过 他必保守你 你睡醒 他必与你谈论 因为借命是灯 法则是光 训会的责备 是生命的道 能保你远离恶父 远离外人 谄媚的舌头 你心中 不要恋慕他的美色 也不要被他眼皮勾引 因为妓女 能使人 只剩一块饼 淫妇 列去人宝贵的生命 人若怀里揣火 衣服岂能不烧呢 人若在火炭上走 脚岂能不烫呢 亲近临舍之期的 也是如此 凡挨尽他的 不免受罚 贼因饥饿 偷窃冲击 人不藐视他 若被找着 他必赔还七倍 必将家中所有的 尽都偿还 与妇人行淫的 便是无知 行这事的 必丧掉生命 他必受伤损 必被凌辱 他的羞耻 不得涂抹 因为人的嫉恨 成了烈怒 报仇的时候 绝不留情 什么赎架 他都不顾 你虽送许多礼物 他也不肯甘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